好啦,那我已經 所以我在拍影片模式 我已經把自動對焦速度調成最慢 然後它的... 那在影片模式我已經把它的追蹤速度調到最慢 跟轉換速度對焦 那我把影片模式下面的對焦速度調到最慢 然後它的追蹤靈敏度也把它調到最慢 但是我們的追蹤物件還是會跑掉 我就會覺得... 那我們把我們影片的追蹤速度調到最慢 然後把追蹤靈敏度也把它調成最弱 就是理論上我們應該要鎖定一個目標 鎖得緊緊的,但是這樣子也是沒有用 就是只要晃一下它就會消失 沒有辦法持續追蹤 就這樣子晃一下,然後回來 它就馬上就消失了 完全沒有辦法持續追蹤 那在照片模式的話 我們這樣子晃一下回來 它還是可以持續追蹤 就兩個差異其實還蠻大的 就是追蹤了鎖定黏的程度不太一樣 теперь大家在追蹤 我們這邊先開始 再次按下一個 看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